對我而言我覺得 可能性這件事情很重要 具有差異化 特別 可以吸引到我的目光的東西 就是美的定義 我叫楊艾倫 曾經是線上潮流雜誌編輯 現在是一名自由工作者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也許跟我成長的環境 也有大的影響 對於把自己達力的體面 注重自己的外表 其實是一件 對自己負責任的事情 做編輯的這段時間 也一直都在看 時尚或是潮流有關係的東西 包括現在我自己在做的 這些造型 或者是拍攝樂部 企劃等等的工作 很多人會覺得 這些東西是沒有關聯的 對我而言 其實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這些工作的過程中 還有這些經歷中 為我帶來很多的養分 然後也讓我看到 有些人不會注意到的事情 自己是做得很開心的 我自己特別喜歡光德格頌 然後Golf王 其實這兩個牌子 其實他們的產品 還有他們的設計的取向 其實差異非常大 我會喜歡他們兩個 其實有一個共同點 是因為 都帶有童趣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像剛才那Gasson 他其實會常常用很多 鮮豔的顏色 或是鮮豔的圖案 很童趣的配色 塗鴉等等的運用在實裝上面 Golf王 你看到這個產品 你就會想到他的創作者 你就是覺得 哇 他很顏色 然後很多的小圖案 然後滿版的 我覺得他可以把他的音樂 跟他的所做的品牌 然後去貫通在一起 這兩個牌子 都有一個同趣的元素 然後這個東西是我非常效盟 也自己非常喜歡的 在這些工作的過程 或是我收集這些服裝的過程當中 讓自己喜歡的東西 成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是讓我覺得很舒服的 服裝這件事情 其實不用太嚴肅去看待 一個風格應該要怎麼穿 應該是去嘗試 去嘗試你自己沒有穿過的衣服 沒有試過的樣子 在這些嘗試的過程中 找到你自己舒服自在 然後且自信的樣子 服裝應該是沒有界線的 那我覺得人在每一個時期 喜歡的東西 其實都是會去轉變的 如果看到一件有趣 或是我喜歡的東西 我也想要把這個東西 放在我自己身上 看合不合適 大家可以用這個嘗試 去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台灣人 或是亞洲人 有時候都會畏懼去踏出那一步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生活當中 你遇到的困難 或者是你在打扮自己 或是你在選擇 自己喜歡的東西上面 我覺得可能性這件事情很重要 也許我一輩子不會穿這麼寬的褲子 但我因為一時的衝動與勇氣 我買了這條褲子 我就會去嘗試它 服裝有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人生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你要怎麼去看待這些事情 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吧